27号晚间进行男子110公尺跨篮 虽然场地因为下雨失滑 但是中华队的陈奎如 现在准决赛跑出13秒63 以总排名第二晋级 至于杨卫廷虽然一度以排名第八晋级 但随后因为澳洲选手申诉成功 因此杨卫廷无缘决赛 决赛陈奎如奋力跑出13秒55 打破杨卫廷所保持的13秒57全国记录 成绩仅次于匈牙利选手的13秒35 因此替中华队再添一面银牌 其实看到他们的观众是第一次 也很难得有莫多方向进来 就是其实看到他们 跟第一比赛还蛮兴奋 就是这个第二次 他们的武力进行 就是来帮我们加油 他们也有我们的功劳 28号要进行田径最后一天赛事 目前中华队在田径 已经拿下两金两银三桶 希望在最后一天赛事 能够继续累积奖牌 大家可以给大家看 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冷宝 我们下期再见